HIPHOP就像一條走不出去的商路 要走出去你一定要走很多的汪路 但是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不要你的幫助 如果你想聽我的故事隨時歡迎你來光顧 我也不要你對我外加的光注 因為我的微笑就是我心靈的窗戶 我就是這麼的顽固 中文英文我還是能夠唱出中國人的精神 也許在今天我不是小鮮肉沒有那麼新鮮 讓我照樣能夠把你我的愛放入每個人的心間 真的一定要唱我們來都會提早15分 今天4點鐘是在Pieter叫我3點45就到了 街上一個人都沒有 這首歌是我跟小川還有小城堡合作的一首歌 Shout out 小副歌幫我們製作的 這首歌就是一個很舒服的一首歌 整個看就很對很點亮很對 因為我一定要大會 That's what I learned bro 雖然沒有California的味道 但似乎每個呼吸我都面帶著微笑 慢慢習慣牛肉麵裡只有三片肉 慢慢習慣和兄弟路穿到三點鐘 慢慢習慣了上車說要帶紙巾 慢慢習慣教服務員要用大的聲音 在美國長大的我們努力去適應 不是為了得到任何人的肯定 會說英文的黃皮膚黑眼睛 其實我和你們一樣都有一個綜合心 誰人能夠了解 Peter Chen 比我更加聯繫 他已經在電影業界中 在俠德國 一點點點 很努力 很努力 每個人都一起努力 你知道嗎 原位 今天拍攝還挺順利吧 我們到目前還挺順利 我們的團隊都非常早到了這邊 跳一下舞看一下手錶 OK 過了過了下一個 今天大家都很幸福 大家來完成這個北美三次做MV的事情 我們辦了這個事情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真正從剛開始去寫這個劇本 然後再把它一精心的分鏡 然後和我的那個DP去聊這些事情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有真的模特進來參與的 但是那個 因為我們那個這邊 一點鐘要去拍廚房 所以 今天在畫面裡面 呃 我觉得呈现的和我们当时的想法非常像 然后 觉得里面加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因为我真的看到 Chino在那边的时候 就会想起有新的想法 就把它加进去 耶 对于艺术这方面来说 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像 就像食物一样的 你知道吗 烹饪这个东西 就从小到大 我说我奶奶在我身边 然后 教我怎么样去做奶奶的那个 家常菜 拿手菜 你知道吗 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 音乐也是 从小到大是跟我长大的 就是Hip-Hop Music 辛苦了啊 待会帮我找一个围裙 对 其实 其实做rapper 我们其实 要 比别人更加努力 因为 毕竟大部分的rapper 我个人想 是 不能代表中国rapper 在美国大部分的rapper 其实 他们都是在 在 有音乐熏陶的家庭里面长大的 嗯 但是 并不能代表他们懂得 乐理知识 这个 这个说唱音乐 Hip-Hop Music 在音乐里面来讲 是 是一种最 最自由的一种 音乐 所以做rapper来说的话 其实要 比别人更加的努力 去学习新的知识 一直 一直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能力 还有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你在 studio recording recording session里面 你要知道 怎么样是punching 怎么样 就是说 它的loop 是不是适合你啊 然后你的音质 然后就是说 在什么时候要对一些chopping 那些 其实 其实都 每天都在学新的知识 学无止境 其实心里有很多话 想要跟你说 可是来不及开口 就已经全部错过 不知不觉 我离开你跟老漫 一四四年 不知不觉 你离开我跟老漫 一半年 还记得在虹桥机场 你看我的双眼 时光飞逝着一幕 发布就发生在昨天 一双眼的时间 我已发生 音乐也是 艺术里面的一部分 我觉得 我的passion 对这音乐就是说 我把它融入到 我的生活里面 这音乐给我带来快乐 这音乐给我带来快乐 而且我在做这个音乐 我非常的真实 Dame man so tired 在这么热的季节 同学们要 注意多喝水 多喝水 不要跟爸妈顶嘴 我是从小 我就想当rapper 我是在北费城 长大的 那边从小就接受到 说唱文化 嘻哈文化 作为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人 在美国做任何这种 娱乐方面的东西 都是比较难的事情 所以我就 我上面电影学院 所以我就先去拍戏 我想通过拍 music video 来进入这个 音乐界 因为你去 你去那个 当rapper 不赚钱的 所以就 不能给你交房租 只能自己先想办法 去养活自己 然后现在没想到 今天有一个 rap of china 所以 最后唱副歌那段 它不是从相机里面 拉出来吗 所以咱们最后副歌 要好看一点 最后有副歌 这是哪个副歌都可以用 所以我们每个副歌 最好一块唱 好吧 其实现在的发展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 music production 这个visual production 就是特别 carry这个音乐 对 你要是干出歌 没有什么用 而且小孩的那个 attention span 我觉得也 也更快 对 像是看咱们以前电视剧 咱们现在再去看 就觉得不够好 这个已经多长时间了 这次能够变 但现在 因为通过vine 还有就几秒钟几秒钟的小视频 大家都就是 快很快 所以现在editing speed up fast editing you don't have to like it you don't have to like it 不管有多危险 我努力向前 我觉得是很不一样 我觉得在中国的机会更多 对于我们 毕竟走到大街上 全部都是黄色皮肤 你知道吗 都是自己人 在美国 我觉得美国的市场 它有很大的空间 给你去创作的空间 在中国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说 创作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至少 你会有一定的那个流量 有一定粉丝会支持你喜欢你 其实接下来计划 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多 多做一点音乐 然后 多往不同的领域走吧 我觉得不能把自己定 定格在一个框架中 就是说就是一个rapper 就是一个那个餐馆的老板 就是一个那个 好老公或怎么样 其他的音乐 种类不一样 现在trap多一点 可能他们 更focus on the sound 但是我们现在 我的style 就比较讲故事嘛 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故事 但是我的故事 跟别人来说 就是比别人更加的丰富一点嘛 就像我回国的时候 我老婆在上丰富 你在中国参赛 唱歌要多有一点深度 这样一种呢 你才会得到更好的分数 但是我觉得 就算我分数拿的不高 但是他们也记住小川的分度 我从来都没有在乎 就算扑到你的爱 我有我自己的态度 那hip hop像我的baby 我一定会用心爱护 rezz of water bible 就让上帝为我带路 每当上的这个舞台 都会感到胸油澎湃 所有的烦恼困难 我都能够跑在门外 能够激起 freestyle 思雅小窗的能耐 就连老奶奶都说小窗 你冷静冷海面对自己 Trippy Ray以前是我的室友 我们两个住一块 他刚开始 因为我认识他经纪人嘛 我们住一个楼里面 然后就把这个小孩介绍给我 然后Trippy很喜欢中国文化 然后特别喜欢吃Chinese food 他跟我说他只喜欢吃面条 然后吃米饭 他挺小的嘛 我刚刚认识他他才17岁 在家里面就天天看那个漫画 然后看动画片之类的 挺可爱的 然后很喜欢中国文化 所以我拍这个love scars的时候 也会往里面放很多中国元素 想把这个love scars 翻一张爱的商品 比如那个 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十四 原来是叫level 14嘛 十四接出来 oh man the chef is back 你不是挂到旁边吗 不是在身上 这个不在身上 我给你们挂到旁边而已 这个这个戏嘛 最早就是因为吴亦凡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北北三子 还没有没有被透露是谁的时候 有人问他说你能不能透露一下 这个关键词 他说一个是一个厨师 一个是个设计师 还有一个是一个耍武术的 所以我们就把打算把这个三个 Element放在这部MV里面 我是刷武术的 我从小就练拳 我的师傅是海灯法师赵长军老师 通过武术十连贯 我跟他学的各种拳 Tony Ray是设计师 Tony Ray有一个brand叫 Tony Carey 他自己做包啊 做皮带啊很厉害的 我在LA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唱Rap 跟很多朋友在篮球场唱Rap 朋友说我还唱得不错 所以我就开始写歌词了 然后常常就是在上课的时候 就一个耳机带一边 然后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喜欢听Naz 还有很多这些歌 他的押韵的字 我都拿写下来 写一本 其实我在美国 那时候为了要生存嘛 开始设计服装 开始hustle 刚开始第一个产品我 就是开始就是卖帽子 修华logo 开始卖帽子 我记得那时候我拿着帽子 打个电话 打电话给很多店面 都没人想买我的帽子 两块钱每斤都卖不掉 一块钱都不想 都不想 从十二顶帽子卖到二十四顶帽子 开着车 跑敲门打电话 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从中国青岛出口五十万里帽子 我那时候是非常喜欢听hiphop的音乐 就是看rapper的服装 然后设计 我边设计我边微信给我这边的工厂 然后配合就是纽约的那些犹太人 帮我做sales 我觉得未来的市场还是在内容里面 所以我就回来做音乐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 因为我那时候做服装的时候 对不对 只要你设计一款 卖货 两个礼拜后 会有一百个人卖同样的东西 直接抄你的设计 所以我想要花时间投资在一个东西 一个品牌 对 就是不想被人家放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来三方参观 我会带你去观光 三方是Twin Peaks to Bay Bridge 这是我长大的地方 那里有我爱的姑娘 这么多年没回去 我真的是有太多我的回忆 我还是要代表我的福建省少武士 这一句一定要剪进去 我是代表中国福建省少武士的 我是来自福建一个小城 那里非常好客 从来没有小人 坐落明北上去 只有30万的人口 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个个都是能手 这是我一首歌 少武citymaster的四句 柏阳一定帮我剪进去 一个journey的over 是一个brand new journey的开始 祸兮辅所医嘛 对不对 而且这对我来说不是祸 我们这没有后台 没有厂牌 本来就没有后来 我不怪你 因为我爱你 就算我走得最来越高 我也不会害你 他们觉得我这次回国唱hiphop 只是为了拍马屁 他觉得 我在回国就当一个小丑 动物园里面animal 在这演马戏 他们一天到晚想对我讲一句东北话 从小川 你唱的hiphop真的不咋的 但是无所谓 我在这边 我只要自己对得起自己就ok 我永远记得我自己中国自找 四季 in an ass call 谈大嘟斗 他们音乐落后 吓到T-ray 其能我是城堡castle boys care about swag men care about style women date men women play with boys 所以说你要知道 你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男生 ok 但是我两样的不是 我是你男神 哈哈 I'm just kidding you 回到中国 我们从零开始铸造我们的长城 因为人生有太多的难舍难分 没有人会轻易送你一个指南针 所以音乐就像在走25000里长针 你知道吗 但是川哥长得这么卑卑静静的 不是猪八戒 也不想做唐僧